Hello 大家好 一谈到这个中国留学生啊 就是许多的人 一想到了就是那种 飞扬跋扈 不觉无处 天天开着宝车 东撞西撞 就是东逛西逛 就是叫 属于公子哥的形象 但是从我的个人实际出发 我觉得大部分 中国留学生还是比较 努力的吧 大部分 只有少部分是这种 当然即使是这种 东逛西逛 开着跑车东逛西逛了 穿着名牌的这些人 人家也很努力 其中 当然有没有那种时代不行的 就天天抽大麻 显得没事干了 喝酒啊 也有啊 我讲我真实经历 你来大家分析一下 这个为什么中国留学生 说他这么有钱啊 怎么样啊 实际上是 大部分都是很普通 只有 少部分吧 非常有钱 最多了 就是说 老开跑车 怎么用怎么用 其中我就遇到一个 应该这么说 应该遇到好几个了吧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圈子嘛 有一种那种感觉啊 就朋友啊 都是有的 然后呢 他说我观众 有一天呢 我跟他就 见面了 他跟我说 这个怎么样 我们说话都很直接了 就是一看 这车多少钱啊 我这人很普 很纯粹嘛 首先我跟你大家说一下 美国的豪车市场 就是跑车啊 什么 不算纪念吧 就那种 特别珍藏的 那句话都不算 普通的量产的 跑车 十万美元就可以买到 如果是那种 一般的三五万美元 就可以买到 一般的像 呃 林智怎么说他 Nexus 三五万美元 四五万美元 就可以买到 然后呢 名牌的那种 奢华 奢侈品的 奢侈品牌 大概十万美元 十万美元 可以买到 那个维修费啊 保养费啊 那就另算啊 我们就算价格 博士捷啊 法拉利什么 可能十万 十多万美元 就可以买到 像南波基尼啊 可能就是 要到二十万美元 相当于一百 不到一百五十万 人民币吧 就这么说吧 不到一百五十万人民币 如果你有一百五十万 一百五十万人民币 在美国的豪车市场 几乎就可以随便买 一百五十万 相当于让中国 可能就买个奥迪 这个水平 买个奥迪的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 他买这个 首先 为什么买这个 就便宜 中国呢 就是这边的三倍 或者两倍 而且中国产的 那个质量也不行 就是卖到中国的 那个 首先那个中国的路啊 中国的公路 系统 没有 远远没有美国这个高速公路 开起来爽 因为他跟我讲 美国的高速公路开的时候 有一种自由飞翔的感觉 他不像两周 有那个 为难 中国的两周 是有为难 而且中国吧 他们人多 他车也多 开不出感觉了 美国这边 许多地方 几乎就没人 那开着 他说 感觉爽 后来 我也试了一下 坐在上面 我感觉 确实好加爽 这首先是钱啊 因为在中国的话 实际上 一百万人民币 对于中国人 许多的富裕家庭来讲 根本就不算什么 根本就不算什么 我就跟你说实在话 你 喝可乐 比如说 可乐是 三五块钱一瓶 你一年的收入 就三五万 或者两三万 你觉得很正常 那么 作为他们来讲 他们的家庭收入 可能一年就是 几千万 那你说人家 买个一百多万的车 人民币的车 那不是很正常的吗 就是 他不是说炫耀 明明明白 就他 他不是炫耀 他就是这个消费级别的 就是消费级别 根本不是炫耀 所以我跟大家讲 中国许多的那些富裕留学生 实际上他们内心根本不是炫耀 不是说我开着玩意 我会觉得我要炫耀 不是的 没有炫耀 人家内心很平静的 非常平静 根本就 就像咱们一出门 开个丰田 本田一样 没什么 觉得我就高人意的 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就没有 人家就把这个当成 正常人类的生活方式 因为他们就是这种生活方式 所以 也是讲外面懂礼貌 给我的感觉吧 好像也还行呢 不是像 电影或者许多的人想象中的那样 飞扬跋扈啊 什么没有 也是相当文明礼貌 你说什么怎么弄怎么弄 力量违先啊 什么都都是这种很平静 就是就是我发现中国这个 可能是因为我我的观众的原因呢 就是我的吸引了这个观众群体中 可能数字就是比较高一点的 那些数字低的呢 就不看我 哪里有够看YouTube啊 你想想 数字低的呢 对不对 再加上又亲共呢 有一些什么 那可能就在他的菜单里面 就不会有我们这种选项了 这种视频的选项 都是看别的了 然后 实际上 中国的富人正在从一种物质富裕 走向精神富裕这个阶段 而且中国的 中国富人的变化 已经非常快了 就是据我所知啊 不是据我所知 据他们所知 中国就是那种炫耀啊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 是08年大概之后 08年到11年 就这四年 是中国在海外这帮 报复的人啊 他是特别喜欢炫耀 不过中国国内的也是这样 特别喜欢炫耀啊 怎么样啊 就这个阶段 但过了这个阶段之后 很快就走向了那种 精神富裕 或者说享受生活 享受 就享受人生 这个阶段啊 就有一点像欧美的这种 就是发拉国家的富人的生活理念 靠其了 也会捐赠 也会捐赠 我遇到了 许多啊 因为我们跟他们谈起这些 就是他们事实上是在 模仿一种西方富人的生活模式 他们尽快地想要摆脱自己 叫中国富人的这种形象 因为中国富人这种形象不太好 所以他们很想就是模仿这种 美国富人或者说西方的嘛 什么日本啊 美国啊 德国啊 这些富人 他们的富人的形象啊 就是第一个 就是平静 就你看到他们了 就很平静 你包括开车也是 开着跑车 怎么 很平静 很轻了就过去了 不给你轰油门 那纯粹是傻逼 大部分都很平静 怎么样怎么样 就给你很优雅 出个雪茄子 你这很优雅 就尽量的向西方的富人 生活方式靠起 欧望啊 每年那么慈善馆会啊 也弄了个异民捐款啊 这些野稿 就是我这一弄吧 我这这 包括有没有家里面 有没有那种普通的车啊 普通的车也有 就是什么叫富人 我现在才才明白 我在美国这边遇到了 包括中国的一些留学生啊 实际上他们已经不像电影里面 或者人们的思想里面那种 很low的那种炫富的那种感觉了 他们是很有内涵的 而且很平静的 很有内涵 很平静 很有修养 这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很有修养 而且呢 人家不光比你有钱 人家比你还要努力 你知道吧 人家比你还讲礼貌 而且人家的身材也好 就是我发现中国的富人 已经在开始朝美国这个富人的方向发展了 就包括什么 就是美国日本 我讲的就是西方最发辣国家啊 这些西方列强嘛 你看他们的富人 没有几个肥头大蚝的 身材都很好 走路都是慢 都是给你啊 很绅士的感觉 哪有什么医生器 啪唧拍桌子 什么 没有 没有 你就算你有的时候 突然什么事情打扰到人家了 人家那个都是一笑而过 脾气都很好 因为我看那个 那位中国留学生 我见过了吗 就是 就是我进了个小区啊 因为这边高档的小区 它是有门位的 但它那个门位跟中国呢还不太一样 就是 它那个门位呢 有的时候还会跟你聊天 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嘛 那人呢 还会说 跟你聊几句 怎么样 聊几句 寒暄一下 然后你就进去了 还有一种 这个方式是叫那个信号 好像他们 房主吧